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欢迎要结婚了 他找到庄婷 让她来给自己当伴娘 他俩念书时是一对好姐妹 曾经约着要当彼此的伴娘 庄婷结婚那会儿 伴娘找的就是欢迎 但这会儿 庄婷怀孕了 不适合再给欢迎当伴娘 欢迎未来婆婆也不同意找个孕妇来当伴娘 怕在婚礼上出事 欢迎找不到合适的伴娘 只能再次求助庄婷 她知道庄婷的小姑子今年刚满18 还在念大学 特别适合当她的伴娘人选 就想让庄婷帮忙 庄婷有点犹豫 毕竟小姑子还在念书 欢迎的婚礼在外地 还是周五 小姑子参加婚礼的话 就得跟学校请假 怕影响小姑子的课业 而且她也不知道婆婆同不同意 碍于曾经的诺言 她还是硬着头皮和丈夫说了这个事 想让丈夫出面找小姑子帮忙 丈夫听了她的诉求后 门口答应了下来 她找妹妹谈这个事 妹妹却不是很想答应 她查过了 观迎婆家那边婚礼闹得比较严重 而且比较低俗 再加上她不认识观迎的其他姐妹团成员 就萌生了拒绝的想法 庄婷也担心这些 就找观迎问了关于婚礼闹的事 观迎觉得庄婷跟她小姑子担心是多余的 就告诉 哎呀 我老公的人品你是看得见的 她的兄弟团你还不放心吗 你放心好了 你小姑子到时候就是帮忙提提包 走走过场 别的都不需要参与的 听观迎这么一说 庄婷也就放心了 她给小姑子转述后 小姑子也就同意了 观迎结婚前一日 给庄婷他们安排好了住宿的酒店 并告诉庄婷 她老公的兄弟团也会在这个酒店住下 因为庄婷得跟丈夫住一间房 自然的小姑子就被安排跟观迎的一个姐妹住到了一块 那个姐妹跟兄弟团的一个男生搞暧昧 那晚小姑子刚躺下 就听到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她吓得坐了起来 正好看见兄弟团的几个男人一块进来 那几个男人看到她就和她搭讪 她礼貌性的笑了笑 有个叫阿坚的男人坐到了她床上 想和她说话 她觉得害怕 拿着手机给庄婷发微信求助 庄婷连忙带着丈夫赶来 那些男人才走了 经历了这一遭后 小姑子心有余悸 想要打退堂鼓 但这第二天就是婚礼了 现在换人根本来不及 庄婷不想惹观迎不高兴 只能哄她 许诺婚礼结束后 就给她买最新款的手机 小姑子这才勉强同意继续留下来 而婚礼当日 庄婷因为大着肚子 不能参加抢亲欢节 就没办法进房里 护着小姑子 导致小姑子全程 被那帮兄弟团的男人砍游 他们闹得很过分 不仅将几个姐妹团的女孩 压在酒桌的大床上猥亵 还起哄让观迎和老公 当众做些儿童不义的动作 观迎觉得没什么 中庭的小姑子 却接受不了这种低俗的婚闹 她死命地护住自己的裙子 但身上穿的安全裤 还是不知道被哪个混蛋 扯到了大腿根 那个阿坚 甚至还趁机伸手来扯她的内衣 她吓得尖叫连连 哭着喊庄婷的名字 观迎听她哭得闹 心里很不舒服 觉得有点晦气 幸好庄婷在外面等了好久 见小姑子一直没出来 就让丈夫过来看看 小姑子这才得以脱身 庄婷得知现场发生的时候 脸色有点不好 观迎知道她不高兴了 只能跟她和小姑子道歉 这是观迎的婚礼 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时刻 庄婷心里虽然不舒服 也心疼小姑子的遭遇 但也不想让观迎的婚礼被搞砸 只好继续哄小姑子 小姑子看在她的面子上 也同意了继续接下来的婚礼 但强烈要求 不跟兄弟团的男人接触 观迎也同意了 还让他们那些人别再闹了 这事原本就这样过去了 但没想到兄弟团的人 觉得庄小婷小姑子不懂事 让他们玩得不尽兴 记恨在心里了 那晚婚礼结束后 姐妹团和兄弟团的人 还是住在原来的酒店 庄婷的小姑子 也还是住在了原来的那间房 临睡前 庄婷担心她因为白天室睡不好 还问她需不需要自己过去陪 她当时拒绝了 庄婷也就放心地睡了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 她和丈夫去找小姑子 竟发现房门是扮演着的 而小姑子就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 连眼睛都没闭上 看着眼前这一幕 庄婷跟丈夫的双腿 发软地跌在地上 他们的哭声把其他人吸引了过来 围观的人里有客人帮忙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来了 现场也很快就拉起了警戒线 庄婷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她觉得小姑子的猝死 跟住在同一间房间里的那个姐妹 脱不了关系 她给观影打电话 问观影知不知道那个姐妹在哪 有没有联系方式 观影当时还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将姐妹的联系方式给了她 随后才后知后觉地问 她要那姐妹的电话做什么 我小姑子死了 就在酒店里 我早上过来找她 发现门是开着的 她就躺在床上 房间的那个姐妹早已不见了踪影 肯定是她给别人开的门 庄婷的情绪激动地对着手机吼着 观影这是新婚第二日 一大早接到庄婷的电话 就被吼了一顿 心情也不爽 但这毕竟是出了人命 观影还是忍着脾气 安抚了庄婷一顿 说警察肯定可以找到 害死她小姑子的人 可庄婷却一直在电话里责怪她 说她没有安排好婚礼的事 不仅导致自己小姑子在婚礼上被猥亵 还在酒店里猝死了 观影被庄婷的责备弄得很不满 丈夫问她怎么了 她说了后 丈夫露出了一些慌张的神色 但她没注意到 她此刻心里脑得很 她好好的红事 却因为庄婷的小姑子 在婚礼上不懂事 闹得这么不愉快 现如今还遭遇了白事 以后回忆起自己的婚礼 她满脑子只有这糟心的事 她什么都没说 庄婷却还要质问她那么多 她是藏不住事的人 一时气不过 就在电话里跟庄婷吵了起来 庄婷一时情趣激动 竟早产了 她丈夫头也大了 想过她手机 冲电话里头的观影 吼了几句 我老婆跟孩子要是有什么事 我就让你偿命 随后挂断电话 把她送去了医院 因为送医急时 孩子和庄婷都很安全 因为是早产 孩子被送进了保温箱 公婆很快从家里赶了过来 他们不顾儿子的阻拦 直接冲到庄婷的病床前 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 庄婷没敢说什么 若是他们打她 她小姑子能活过来 那她愿意让他们打到痛快为止 公婆知道这件事 最大的错误不在她身上 他们老两口打完了她以后 还是只能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 庄婷也忍不住地跟着一起哭 这时警察带来了好消息 害死小姑子的那帮人抓住了 根据那些人的交代 那晚给庄婷回复消息的人 并不是她小姑子 而是和小姑子同房间的姐妹 那个姐妹接到 曖昧对象的电话后 给他们那帮兄弟团的人 开了房门 他们进来后 小姑子吓得想给庄婷打电话求助 却率先被姐妹抢了手机 对方回复了庄婷 并在房间门口 给那些男人放风 他们原本只是想灌醉小姑子 给她一个教训 但早就看上小姑子的 阿金却动了色心 在她被灌醉后 不但参与对她施暴 还试图侵犯她 但在她马上得逞前 小姑子因为被掐住脖子 没了呼吸 窒息死亡 他们都被吓到了 连夜逃跑 走廊和酒店大堂的监控 正好拍到了他们逃走 并给官营丈夫 打电话的那一幕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他们每个人 都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 可庄婷小姑子 18岁的生命 再也回不来了 至于庄婷 则因为这场不被制止的 低俗婚礼 跟十年的好闺蜜官营 彻底闹翻 互相拉黑了对方 不仅如此 她在家里还遭到公婆的漠视 月子期间更是事事得靠自己 丈夫也因为小姑子的死亡 而对她有了奸细 总是不愿意面对她 甚至说 她看到她和儿子 就会想起妹妹 庄婷觉得委屈 她很后悔 后悔自己为什么明明知道 官营婆家那边 昏闹的恶俗 却还是信了官营的鬼话 亲自将小姑子 推进了火坑 如果可以重来 她一定会拒绝官营 可惜生命不可以重来 时间也不能倒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